講一講這個北溪這個天然氣管道在九月底 就發生這個洩漏事故 而在一天之內出現了四個地點洩漏 所以你說因為這個維修問題 不是人為就沒有什麼人相信的了 而丹麥和瑞典已經啟動了這個調查 丹麥當局在一個聲明上就說 天然氣管破裂是極為罕見的情況 為什麼?因為這個北溪1號和2號這些天然氣管 它的深是在70到90米水深的 而鋼管的厚度去到4.1厘米 就是差不多兩寸 而外層還包了差不多有三四寸的鋼筋混凝土 所以它自己會裂開這些機會就很小的 而北溪1號和2號管道就有四個洩漏點 而且這些不是裂縫 而是很大的洞 在10月5日 瑞典的首相安德松 外交大臣林德和國防大臣胡爾特斐斯特 在就這個北溪管道洩漏事件召開新聞發佈會 林德就說現在還未清楚這個幕後黑手是誰 要必須根據歐洲不斷惡化的安全局勢來看待這個爆炸事件 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這個蓄意破壞 而最近美國聽到很多聲音都包括在美國包括在波蘭 烏克蘭這些都說這個是俄羅斯做的 目的就是要搞亂那個局勢 但是這個就不是太過這樣說法 不是太過成立的 因為俄羅斯在今年8月之後 顯著這樣就限制了對歐洲的天然氣輸送 有數據就顯示 就現在其實限制到 比以往已經少了超過八成的了 而北溪管道發生爆炸的時候 實際呢就並未在那裡運作著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似乎就沒有必要 要進一步地將這個書器管破壞 另外俄羅斯是這個北溪管道的主要擁有者之一來的 北溪1號和2號的管道 都是由這個俄羅斯經過波羅的海送到德國 是一個很巨大的工程 以北溪2號為例 全場有成1200公里 那個工程就搞了10年 而耗資200億美元 而最大收益方的就是這個俄羅斯和德國 兩國還有其他需要天然氣的國家 那俄羅斯對自己的這麼大的投資去破壞 似乎就不是太合理 而這個 另外一個圖圖看到這個就是聯合國秘書長的前特別顧問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他近日接受這個彭博社訪問的時候 就說有種種跡象表明北溪天然氣管道洩漏事件最有可能的幕後黑手就是美國 他直接說對於北溪天然氣管道遭到破壞這件事 他可以和大家打倒美國的行動 而且可能是美國和波蘭的聯合行動 這是一種投機的行為 而他的理由就是有兩點的 第一就是有雷達的證據表明顯示到就是說 通常駐紮在波蘭格蘭斯克的美軍直升機 曾經在這個北溪管道洩漏的地區上面上空盆船 第二就是今年早點的時候 美國還威脅說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終結這個北溪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星期五在新聞發布會上發表了聲明 就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教授就說如果這個布林肯對於重大國際基礎設施 遭到破壞這樣的事情會擔心的話 沒有理由這樣說話就太奇怪 其實之前也有國際媒體就說美國中央情報局 就是CIA在事前幾個星期之前已經警告德國就說 海底的天然氣管道可能會遭受攻擊這樣說 所以美國出手的機會是很大的 而美國總統拜登在2月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其實已經說過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北溪2號將不再存在 而美國會終結這個北溪2號這樣說 所以大家就當成一個好像陽謀這樣 不過也有一個疑問就說如果這個是美國做的 為什麼他居然會說出來呢?事先 擺明是將自己變成歐洲的公敵 另外包括烏克蘭、波蘭、波羅的海三國 以及芬蘭這些也被視為是這次爆炸的 潛在受益者來的 他們也都被一些分析呢 就將他放在這個空手的名單上面 據這個美國的星島日報時事評論員余飛呢 他就說了現在調查就未曾結束的 那些真相還要等一等 但是有兩點可以確定的就是 第一就是事件受影響的絕對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北溪2號管道是由五個國家的六間公司 一起投資興建的 就是俄羅斯為主導 包括德國、法國、荷蘭和澳大利參與 這個意味著管道受到破壞帶來的影響 就是要涉及很多國家的利益 做這些事或者做這些事的人或者國家 或者就是和這個多個國家為敵 就是連後續的收復也是比較麻煩 因為不是一個國家可以決定的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就說 由於還未曾得到這個瑞典和丹麥的許可 他們就不可以參與調查 目前沒有辦法接觸到這個洩漏的事件 從這個國際關係角度來看 北溪管道扮演著也不僅僅是一個 天然氣交易媒介的作用 更是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聯繫管道之一 它的中斷也會由這個 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 推向一些更複雜化的俄烏關係問題 令到那個收復難度更加高 第二點就是這件事 無論是誰做的都是不得人心的 因為直接對這個國際能源基礎設施進行破壞 這是意味著對國際交往和衝突 管控底線的一種突破 而歐盟方面第一時間已經發表聲明 故意破壞歐洲能源基礎建設的行為是不可以接受的 將會導致一個可能最強烈的一個反應 而愚非的結論就是說 現在相比於找查出這個元兇 這件事怎樣去善後 又或者怎樣去管控 它對國際局勢的衝擊其實是更複雜的 最後我就跟大家介紹一套電影 就是這個詹士邦的《黑日危機》 故事其實就是講這個 英國的石油大王 怎樣去炸了伊斯坦堡的海底石油管道 令到他自己不需要經過管道的石油 的價格大升和大賣 可能當中有些人看完這個劇本 就照版主要都未定 好了,接著就回來講一下這個 亞洲台海問題 最近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 舉行了一個叫勞邊對話 那個學會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誠 就是這位先生 另外一個就是紐約知名專欄作家佛里德曼 他們就是那個主題就是說 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二十大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李誠就說如果俄羅斯被這個北約和這個美國擊敗 下一個就會輪到攻擊對象就是中國 這個是中國當前不願意譴責俄羅斯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美國和北約在台灣問題上迫得太緊 中國就會和俄羅斯加強合作一起聯手 會對付美國 抵抗或者對付 李誠就說從特朗普到拜登 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沒有太大的變化 反而美國有很多人都指責中國 過去十年變得更加強勢 認為這個是美中關係惡化的原因 但實際上美國早在十年前已經轉向要壓制中國的政策 而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惡化主要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而李誠分析就說首先美國之前從來都沒有面對過 在經濟上、軍事上、技術上甚至政治上 相匹敵的另一個大國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新興大國和首成大國之間的競爭 就令到大國的緊張關係 必然存在 其次就是國內問題 就導致了兩國的關係更加緊張 如果美國 他說如果美國國內的狀況很好 就不會在意中國 但是如果美國國內狀況不好 對於不同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的中國 美國就會變得更加敏感 而且就會出現很多不滿 罰理德曼就補充了 過去四十年 美國曾經賣了很多 叫做深層商品給中國的 譬如包括軟件 晶片這些高科技的東西 而這些商品 深入美國 深入中國的社會 中國也不可能不買 因為當時我們做不到 而中國在前三十年 只能夠買一些廉價的低層商品 美國的 譬如鞋、褲、衣服 這些低級的東西 那時候美國其實不太關心中國是甚麼體制 但是直到有一天 就是華為 居然來美國敲門 就說我要買五支產品給你 這個時候 美國人就突然醒來 你居然買一些深層產品給我們 不行不行 這是一種缺乏信任和信心的表現 弗里德馬認為要加強美中之間的互信 美中兩國的領導人應該每個星期五都要通通電話 而不是每三個月甚至半年才通通一次電話 而每個星期五通一次電話 就可以談談各自的關切 可以增進互信 他認為這個才算是一種 可以當成一國兩制 雙方就為了各自的利益 想要脫勾 是不可能的 而李誠認為美中關係 當前並未處於一個自由樂體的狀態 如果真的這種狀態這麼差的話 就只有戰爭一圖 他相信兩國關係還有可能調整的餘地 比如幾個星期之前 中方暫停了美國之間多個領域的對話合作 但是最近外長王毅見布林肯的時候 就表明中方還是願意跟美方對話 李誠就指出台灣問題和俄乌戰爭 是當前中國外交方面面臨的兩大挑戰 而中國精英對於國內 對於中國對俄的政策 有很大的分歧 當中一陣子證明 即便中俄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 中國也不會願意失去了歐盟和歐盟的代價 因為歐盟今年將會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而中國沒有譴責俄羅斯 是知道如果俄羅斯被北約和美國擊潰 下一個便輪到中國 因為華盛頓已經明確地說 美國最大的兩個競爭對手 是俄羅斯和中國 我們經常指出 到目前為止 敦促停止核威脅回歸談判桌 仍然是符合中國的利益 但是如果北約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迫得太緊 中國便會和俄羅斯加強合作 如果美國將中國當作最可怕的敵人 在台海問題上不斷地試探中方 便會將北京置於尷尬的境地 因為沒有哪一個中國領導人會支付得起 失去了台灣和受北約攻擊代價 這種互相強化的恐懼和仇恨是當前逆局所在 理成的結論就是 因為中美兩個大國擁有同樣強大的實力 一方不可能 就絕對戰勝另一方的 唯一合作對應 合作應對 共同的挑戰才可以 不要給這個恐懼和仇恨 將雙方引向瘋狂的境地 戰爭一旦爆發便很難抑制 而且很快會升級 而且戰爭是不會有贏家的 大家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步石樓台 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彤、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